怎么跟人家沟通不了吗 沟通不了 感觉他家都支持他 他家都支持他 他家都那样 都那样 那您有没有想过报警 报一次警 也没有作用 有没有给你打鸡眼的时候 你就特别想还手 没有 就是我就赌呗 我觉得不应该打你 就打最严重什么样 能叫做家暴呢 就是拿那个 就是说话说不到一起来 拿棒子就是 打我了 拿棒子 我们密室女嘉宾有叮咚了 我们听一下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咱俩是铁领老乡 您是几号 我说我哪儿就改双 你说你呢 汉改双 咱铁领人怎么这么 咋都受家暴呢 您是几号女嘉宾 我是一号女嘉宾 不 铁领人一般情况都很幽默呀 就是 能用语言解决的就不能动手啊 这怎么 咱们俩咱们都还 我家暴 你也家暴 这小品里边有句话是不是 能动手尽量别吵吵 这事怎么发生在你们身上了呢 就是啊 我都迷茫了 您都迷茫了最后挺好啊 选择了分开是吧 那您在这个 现在听到我们男嘉宾的这个状况之后 您有啥想跟他男嘉宾说的不 我想说他跟四号女嘉宾挺好 您在这跟那个四号嘉宾谈了 我觉得他的条件挺好 跟我们铁领这位老乡绝对绝配 听没听到我们 谢谢一号姐姐 一号女嘉宾说的意思 虽然他表面上很祝福你们俩 但实际上他认为你们俩同病相连 您好 主持人 您好 我是五号女嘉宾 记得您 记得我啊 记得 谢谢 我想问问男嘉宾呢 这你媳妇拿棒子打你都不还手呢 是为什么呢 没有啥为什么 咱男嘉宾说了 那是你有错啊 还是你为了女人 忍让女人让女人呢 还是怎么样 让吧 包容 让和包容 你是不是又在包容过头了 你也算真爷们儿 真的 你太爷们儿了 咱五号女嘉宾说的这个事啊 咱女嘉宾 您咋看我们男嘉宾 被家暴的这事 我觉得男嘉宾挺儒雅的 对啊 他可能觉得 不能跟女人一般见识 有涵养吧 比较能包容 就是好男不跟女斗啊 我觉得他挺善良的吧 咱女嘉宾说的对吗 对 打不平 打两句 第二个话打不平 你认得 两口长大我忍你 因为咱那咱 我就是为了 为了你 你是我媳妇嘛 对不 不跟女儿一般见识 那玩意棒子上去打 这没啥 打多大的仇恨 棒子上去打你去 对啊 你孩子有错 不明白吗 其实我觉得 如果像